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這個八姑也是 說話總是這麼浮誇的 是不是 我和小朋友玩玩而已 說得我好像這個壞人一樣 好 我先回房間 聽著 有話跟你說 我問你 八姑是不是咱們街坊 是 那她是不是咱們客戶 是 那現在就為了這幾輛車 搞得客戶現在是上門行駛問罪 是不是為了這幾輛車 咱家這法郎口碑不要了 是 是不是為了這幾輛車 咱家這生意以後也不做了 是 那既然你都知道你 我現在給你最後通牒 以後 馬上不停止你這些無腦的幼稚行為 要是再讓你聽見 你嘴裡跑出那幾輛車 就 好 總之擁有何啟 收到 我先煮飯 兄弟 你這次真的想清楚了嗎 還有萬般不舍 無論家有無妻 唯有出此下賊 放心吧 我會幫你照顧好 是, 你才好說 你怎麼說 等等 你還想看他們最後一眼 兒子 車 好了… 你不捨得拿回家裡 不要把我放在那裡 這樣也不行 老公 你呢 找一個我看不到的地方 又收起來 免得我 看到眼淵 無眼屎乾 我這麼誇張 兩輛爛車 你只會把我放在那裡 搞得你白帝成托姑 那樣 你老婆嚇壞 這兩步是很奇怪的 你呢 要是放在隔板那裡 要是放在床下底那裡 甚至乎 還要放在枕頭底 不過我千萬不要讓我老婆知道 車子 你暫時在有銀哥哥這裡 就住了一兩天 撐了三天 我就回來接你們走 找到你的兄弟姐妹 一家團聚 謝謝兄弟 行了, 知道了 到時候和你陪葬 坐 什麼車子 做得不錯 麻將雖小五臟俱全 內飾做得一模一樣 有找你今年貴賓 幾十歲的人 還可能買了小孩子的玩具回來玩 真的 不是我買的 洗錢吹托我保管 洗錢吹也是 兩輛車要找人專門保管 隨便塞個貴賓也等下去 你別看他, 殘殘舊舊的 我告訴你, 大有來頭, 很猛烈 有什麼猛烈, 不用力 你有所不知 一部這樣的東西 可以賣到千多元 聽說, 集齊八部一套 可以賣到萬多兩萬 真假 一看又是智商稅 是吧 不用說 炒到千多元一套 有價無市 即是古董那些東西 你又在行 你又聰明 這些新潮的東西 你又不認識 古董不同 他又是他的歷史價值 和他的藝術價值 而且一個古董 能夠體現一個時代的藝術創作 和工藝製作水平 他的價格是大家公然的 你不像你這些 是吧 簡直是被商家賺錢 是… 大叔 你最聰明 你從來沒有被商家套路過 不用說 你大叔是金精火眼 是吧 商家的套路 我一眼就看穿了 想找一個品 多難 多好 阿關 阿白哥 你們一個一個做了低頭族 我們在玩拼搶團 拼搶團 拼搶團 我…我聽都沒聽過 這是甚麼 最近剛剛上線的一個 營銷小遊戲 拼搶團 三十九塊九 說是有機會搶到 這個最新的水果手機 好多人都在搶 現在 真是的 水果手機 每天都買幾塊台了 你三十九塊九 買個殼也買不到 對吧 這樣你也相信 你也會說 這部手機成萬元 不是說買就買的 不過現在三十九塊九 就有一次抽獎機會 如果讓我抽到 就發財了 三十九塊九 買一次發夢的機會 對吧 我不知道現在的人說 網上的連刀太多了 狗菜也不夠割了 食粥 你也不用這麼說 你知道嗎 暗壺最紅 向來對各種消費套路 是深惡痛絕的 可是我現在 也在玩這個偏向的 為啥 就是因為人家真實會 三十九塊九 雖然我到目前為止 還沒中到那個手機 但是那各種家用的 各種小工具 小家電 我中的可不少 不錯了 你即使 中不了一部手機 但人家不會白賺你 三十九塊九的 他還會送到 其他小商品送給你的 我就中了一部電速跑了 大牌子 那邊賣成百多元的 照你這麼說 就算你中不了一部手機 也不會吃抵 當然啦 當然啦 你們也賺了 商家也吃了 什麼什麼 事本生意也有人做的嗎 你想想才三十九塊九 窮不了你也付不了眼 你買不了吃虧也買不了上當吧 你試一試不就知道了嗎 好 三十九塊九而已 嘗嘗你們真神假鬼也好 來來來 來來 教我先教我 喂 有人了 拿一把戒刀給我 有什麼來的 什麼 幾十歲 買這麼多塊幣 這麼新潮 你知道你叔叔來到這麼新潮 什麼來的 什麼 數據線? 我們到處又這麼賣 你用不著上網賣 靜點…還有兩筆未開 保證 叔叔 你平時都不玩電腦 你弄腰盤幹什麼 你看 腰盤你不用買兩隻吧 還要買一隻這麼巧色 不是我買的 這些都是參加那個拼搶拳 三十九塊九 抽獎的嘛 關彤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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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我告訴你 這些上網九個九個大把 你是不是被人找笨 叔叔沒有被人找笨 大不了事就結交了幾個損油 其實我早就跟關叔和百姑說 三十九元九抽獎的那段手機 有這麼大的隔壁隨街跳 我想用我自己親身的經歷告訴你 事出反常就必有鬼 便宜是沒有好貨的 是嗎? 你真是偉大 明知那天火坑你喜歡跳下去 為了就是證明給別人看 那些叫甚麼?捨身取義 好,你慢慢繼續偉大我做事 剛才那個衣服 為了… 程叔,坐下… 坐下聊天才急 來…程叔,坐下 前兩天下單的貨應該到了 就算了 有沒有看到甚麼好損事 還說你們是嗎?我下了新單 花了一百二十元 你知道我抽了甚麼嗎? 數據線吧,兩個腰盤 合起來都不夠五十元 吃死我了 程叔,你的手氣差得這樣 對… 不是我的手氣差 其實我早就打算陪你們玩 讓你們證實一下 這些是商家佬的桌頭而已 沒理由的 我們一起下單吧 我中了個藍牙耳塞 這個陰色鬼這麼漂亮 怎麼看都不只三十九元 是呀…我中了個養生壺 阿禎第一次玩 都中了個兒童電子球 不信嗎? 是呀… 我還上網查了 那個牌子是好東西 我打算給我一個孫子玩 是呀… 程叔,運氣差就差 他也搭配人一點,對吧? 所以我也說了 這個世界要先相信,後漢傑 是呀… 你整天抱著懷疑世界 必…必須有好運氣的 阿關,你的意思是說我人品不好 手氣就是他 我哪有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是甚麼意思 你們這些傢伙 中了個耳機中了個水狐仔 鬆毛鬆軟 我告訴你們 你們相信運氣 我就不相信我的運氣比你們差 我告訴你們 你們一個二個 放上雙眼看下 我一定要摸你們牌子 來… 叔叔 你又搞甚麼拼搶團 你不是說這個平台騙人信不過嗎 平台… 要騙不騙人呢 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我和阿關和百姑的私人姻緣 成哥,你們不是很朋友嗎 為甚麼現在有私人恩怨 雖然我早就知道 三十九元九 抽台水果手機 絕對是商家的套路 沒理由 他們就抽到藍牙耳機 養生虎 我抽你抽你 就抽了一條數據線和腰盤 你是不是人比人比死人呢 我明白了 怪不得你進門口 你臉上的鑊子 原來不是跟錢鬥氣 是跟人鬥氣 開講話 人爭一口氣 佛爭一流香 不行 我一定會抽到 像樣的禮品 然後拔牠們 成哥 你這樣抽 一天就花一兩百元 一個月下來 整台機都回來了 那怎麼辦呢 雖然可以用錢解決問題 也不是問題 但現在不是錢的問題 是我的面子問題 你知道嗎 叔叔 你別這麼幼稚 行不行 面子值多少錢 現在你拿錢跟人鬥氣 就是跟錢鬥氣 麻煩你一台手機 十台手機我都買得起 但如果我花了一萬元 去買手機回來 他們就生生虎狗 抽到一模一樣的手機 那你說我… 我…我…我瘀到甚麼程度 那你就用一萬元來買台手機 是你的本事 那人家幾十元抽台手機 都是他的本事 那有甚麼好比較呢 你的女人不認識的 別吵著我 阿蘭 誠叔 我有沒有…快點 正好有 今兒剛到的 想著給你送過去 好像是一個什麼平台的禮品 這麼快就來了 我先去看看 誠叔 你不回家再開呀 誠叔 誠叔 抽獎的獎品 最過癮就是甚麼 又不知抽到甚麼 心裡又好奇又激動 誠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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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個雞就彈出湯煲 雅撐 雅撐 就是博你不小心按錯 你就出事了 那就是有心找到無心人 對 欺負我們的老人家 眼花花 手震震 我還以為那個空氣炸鍋 就是抽獎舟回來的 原來我自己的真金白銀買回來 抽獎 這樣也行 不是 阿關、翠鴻 快點看看我們的荷包 對 你看你們多騰雞 之前還說我因為那兩輛車 上癮, 令小朋友悔蜜喪 你看你們 對呀 現在上網一個平台買東西 以為是得到好處 哼 其實呢 這些叫做偷雞不倒 蝕渣米 哎呀 你們剛才說的話呀 我都聽到了 對 其實呢 這個偶爾上個網買個玩具 搶點東西 這個呢 都是可以 但是 凡事要視可而知曉的吧 你不能上了這個心癮 你每天都想到這個事情 是不是呀 這個日子以後怎麼過呀 我同意 自從呢 阿成哥進了那個什麼拼搶團之後 哇 洗錢好像倒水一樣 還做完那些不等洗的東西 遲些呀 金山銀山都被你拜了 對呀 對呀 我同意你的說法 我老婆以前呀 還沒買這些東西之前 家裡兩肉一菜一湯 火吃OK呀 自從現在和人上網呢 搶完這些東西之後 哇 家裡那些碟呀 鑊呀 兜呀 還多那些碗筷呀 你說是不是多餘呀 你還好意思說我呀 你別以為我們知道 就你那些玩具車 你壓根就沒扔 指不定讓你藏哪兒去了 你看看你呀 戀愛當秘笈 你以為自己真是緝毒犬 聞到脊子 你說有就有了 喂 你… 好 他那兩輛車 叫說有很多個保管 現在還在我家裡 我成叔 聽到了 我就說你哪有那麼好心 就把那車說上又給扔了 自從那車不見了之後 你就經常上網刷帖 還發帖去問人家 在哪兒可以找到什麼 同系列的車房 要不是那車還在你手裡 你會自己心不死電子 明明不關心紅車 對呀 我告訴你 這就叫心癮難忍 知道了吧 想借掉的話 不容易 必須叫下狠手 下狠心才行 老狀 你這就說得很有道理 我麻煩你了,麻煩你了 你想個辦法 幫我戒掉阿成哥那副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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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結帳了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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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幫我結帳了 好 叔叔 結帳完結帳後 這張卡用證賺幾十元 要不要充分錢進去 不是嘛 都充分幾十元 阿將在茶樓搞活動 充兩千送一千 還有精美功夫茶巨陣送 很划算 好 聽起來不錯 充兩千送一千 還有精美的茶巨陣送 幫幫幫幫我充兩千元 慢著… 誠哥 你那麼耳朵軟 兩千元而已 又不是很多 何況那些錢 始終是吃回我們的肚子 慢著 來,看看這個 什麼 這個月花了那麼多錢 不是你猜 你聽人家說 什麼車禮子 特價 一箱這樣買 見人家說 充值就是送禮物 趕快按卡 你又多花很多錢 福美月 不好意思 不充足 好嗎 聽老婆說有花錢 下次再 下次再 想不到老作這招可以 配個私人媒介在你旁邊 以後有阿嬸看著你 你又不會亂花錢 是呀 是呀 老作說你阿嬸這種人 叫做天生意消費型的體質 很容易被人一哄就消費了 所以每一次他花錢之前 我就讓他看看這本東西 按摩著它 來了… 怎麼樣… 這個技術 是 什麼都有啊 現在呢 東西基本上算齊了 好吧 現在我們就開始正式幹活 拍照片 上傳網站 等會兒老作 這還差這一樣東西呢 還差什麼東西 這不說曹操 曹操就來了嗎 什麼意思 唉唷 岩上 你這來得太是時候了 來來來來 快去 有人 這個鹽仔 反骨仔 我都幫你投案自首 你就不要負於頑抗了是吧 賣光它 沒有眼屎就乾淨忙 重新做人好過你 這就對了 就因為你手上有兩台車 所以說你就想一切辦法 把其他的車也要找到 唉 這樣子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行銀給勾起來了 所以說啊 以後啊就是這樣子 把沒用的東西 就放到二手網站上把它賣掉 眼不見心不煩 曉得吧 老闆 我這真的有買下的也可以啊 搞黑了 做什麼嗎 那你看 媽買的這些 抽到的這些什麼 小廚具啊 小工具 這不一樣都得賣了嗎 何況你那些玩意兒了 什麼 做啊 飛將 再將 哎呀真是 老貓消息了 小朋友還不掛叔 你真是死啊 你真是厲害 你一會兒的功夫 把成叔殺得是騙假不了 就剩這兩天了 你看 爸爸我們再來吧 好不好 再來一杯我一定殺你 不打了不打了 你不跟你玩呢 慢慢來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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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年輕已經學人在摸蝦了 你這句話法 老作講的嘛 說練太極就有益身心 而且可以提高我的力力 而且特別是對心癮治療的效果非常之好 還有呢 關鍵是要維養熱愛鍛煉的這種習慣 多做有益身體健康的事情 沒錯 你別說 老作你這招拐用 最近看手機越來越少了 是 這就對了 只要一個人不無聊 他就能夠遠離心癮 再就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消費理念 要合理消費 理性消費 這樣才能不必這個套路和陷阱 沒錯 二嫂 你現在早就吃點了 我買那麼多一碗 你們不知道 什麼 上下九新開的一間超市 最近在這裡大籌賓 那些木浴露、洗頭水買一送一 那些柴米油鹽打八折 如果買夠五百塊 還要送一百紅雲絲給大家 老婆, 你聽不聽得到 洗頭水, 賣一送一 是呀… 老公, 你是不是要解一下一塊兒去了 沒錯 兒子, 等我 快點… 阿關叔… 撿書行頭, 慘過賣家 你不會做賣家人 好… 多大都不撿書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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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開一點, 老族 找人著宿這件事呢 是天性來的 就不是心癮 心癮就可以解 天性呢, 沒得解 對… 你都說過了嘛 合理消費是不怕的 對… 大嫂、二嫂, 您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 乖… 這… 好… 很久 assim…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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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